竹子 它四年就成材 木頭要40年 另外一方面是 我們用竹子蓋房子 跟用鋼骨來蓋房子的話 這個從 碳排量來比較的話 差一點的 如果是剛夠的房子的話 100%的碳排量 這個足夠的話 只有2% 竹子 竹子 從來就是我們生活當中 不可或缺的材料 如果年紀稍微大一點的 老一輩的都有這樣的經驗 住在那個竹子房子裡 要用的是一些定義的器具 那曾幾何時就是 推出我們的生活 現在都被塑膠或其他材料所取代 那我們做這樣的 這個竹建築其實就是要 重新再認識這個材料 然後把它現代化 讓它重新再進入 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看最近的天氣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這麼炎熱 應該下沒雨的時候不下 這是因為氣候變的關係 那 用竹子本身呢 除了天然材料 我們很喜歡天然材料 以外 它又是我們 整個文化當中的一部分 用竹子的歷史非常的長久 那我們很熟悉這樣的材料 那我們透過不同的方式 來呈現 一方面呢 它可以進入到我們的生活 一方面呢 它對於這個 恆境變遷的 這個部分呢 也有幫助 所以它 用這樣的 用這個材料 具備有多種意義存在 那 在當中用餐呢 你會感受到 其實這個是一個 非常開放自然 然後跟 跟周邊的景觀 融合在一起的一個建築物 那用餐當然會愉快 那 同時呢 也可以感受到說 這個是一個美好的環境 有著這樣的印象的時候呢 以後呢 我們再進一步想要推廣 竹子的用品 那就會更容易 我們這個 飲食廣場喔 主要它材料是來自於 中部山區的孟宗族 所以來自山區的材料 而且在外型上面 做得跟山形的變化一樣 因為在外埔園區 也很少下雨 那通常 建築物都會把雨水收集系統 都把它隱藏起來 不被看到 那我們覺得在這邊 應該是可以被看到 所以透過這個斜坡的那個收集 然後淹在這個兩邊的天坡 到最後呢 從這邊做了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落水頭 然後下雨到一堆石頭上面 然後再下到那塊的系統 裡面去 所以這過程本身就是 一個景觀的一個呈現 竹子在這個環境 氣候變遷非常劇烈的現在 絕對是一個非常具有 永續跟環保意義的材料 那我在此也非常誠懇地邀請 所有的遊客可以來到我們這個 竹建築底下 來用餐 來喝個飲料 來清真體會一下 這個自然建築的奧妙